問一下,因為王世堅呢 他是希望說你以漲價的身份來對228家屬事件 那您怎麼看 我們的態度非常清楚,也是一貫 我想面對228,我們就是坦然面對還原真相 撫平傷痕,促進社會和解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會持續的來努力 我也很希望對於我所接觸到的228家屬 他們要反映很多的心聲跟意見 那在我可以做的範圍內 包括他們反映有些家屬還沒有得到適當的平反 那我們台北市政府也會盡可能的來掛掘以及搜尋相關的史料 將以公開完整的呈現 因為現在也有人提案要來取消這個追思會 想問一下市府這邊的態度 接下來還是會每年來舉辦這個地形協議追思會 除了台北市 其實包括中央 包括各地縣市政府 每一年也都會舉辦228追思會 我想文化局也都會尊重各界多元的聲音 那也會持續的精進我們228舉辦的方式 然後持續的來為一個包容尊重的社會來努力 但因為老師今天大家意思是說 您的致歉讓他能夠放下 你怎麼看他放下這件事情 以及他認為如果你以講講後代來致歉 而且他認為其他後代也許也能夠來放下一種態度 我想我們就 都一樣來坦然面對過往的這段歷史 那針對很多的實料相關的資料 我們也都會 可以盡可能地加以公開來完整呈現 東各界來檢視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盡可能地來照顧我們228的家屬 而且並且盡最大的努力來撫平過往的傷痕 達到社會促進和解的目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228的相關資料 走訪了228紀念館 很開心 人生有寶寶 他把他的打倒 他把他打倒 沒有 他把他打倒 他把他打倒 做什麼 反正 他把他們打倒 很沒辦法 他把他打倒 他把他打倒 也行 nineteen完全復庭 萬安 也是一萬全復庭 下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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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 以台北市长的身份 参加台北市的二二八纪念活动 我的心情非常复杂 而肃穆 台北市 是台湾的首善之区 是台湾现代时的 枢纽之地 走跑了 二八纪念馆 画坐 不可以 各位傀宾 我们的现场环境稍微平复之后 我們再繼續請市長為了一致詞 這些日子以來 我想謝謝文化局的安排和協助 讓我更深入的了解 並且閱讀了228的相關資料 走訪了228紀念館 參觀了常設站還有特長 也會晤了收看者的家屬 聆聽了他們的心聲 對我來說 這是個人生涯對台灣現代式的一次晉升洗禮 也是作為台北市長 今後必須再三深入理解面對的責任 身為台北市長 我深深為76年前 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的 氣焉事件 進而導致全台28事件的歷史傷痛 致上誠摯的歉意 所有執政者都應以此為界 施政必以滿足人民的期望為忠實 施政也必以維護基本人權為目標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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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